法于阴阳和于数数 养生之道 手中预防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青春好气色白燕讲堂 我是白燕时尚气功督导教练 玉华教练 在我们现场是美丽大邦 国际知名气功大师白燕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这两位来宾今天可以说是更年期专家 这就点出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非常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们先来欢迎熟猪 大家好 我是熟猪 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的是精灵 大家好 我是黄精灵 今天有精灵在现场 我们今天节目一定非常的精彩丰富 是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不但女人要听 男人也要听 因为男人要懂得爱女人 知道女人的苦在哪里 对不对 还有男人也有更年期 他只是没有知道而已 OK好 那我们首先呢 先请白燕老师来为我们进行小功法大功效 这个是大家很喜欢的 白燕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 教我们非常实用的这个功法 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解决我们的困扰 好那我们今天呢 刚好 各位两位美女 来到这边 我们都是更年期女性 说不定这一桌四位更年期女性 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有这个困扰 虽然更年期感觉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但是如何轻松度过 让我们没有太多的症候群 所谓症候群就是太多症状组合在一起 而且是交错的 而且是这个时间拉很长的 所以就会变成症候群 那如果我们既然每一个人生命之中一定会遇到什么轻松 什么快乐 我们就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更年期就是很重要的 那老师就会有好的功法要教给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呢 刚好这个功法就是抗老回春法 太棒了 这前面那两个字就是抗老化 对不对 后面那两个字就是往回走 一个呢 是把现在的这个速度 老化的速度呢 先把它慢下来 这样还不够 因为我们如果慢到六 慢在六十岁 也没什么意思嘛 所以我们还要再往回走一点 逆转一点 所以把现在的年龄的老化先停下来 再想办法让他能够逆流一下 逆转一下 我们就可以帮到很多人了 好期待 所以今天呢 我们先来抗老回春法里面 先让肩颈逆领 好 因为我们这边熟猪是个五十肩 对不对 刚好五十岁发作 所以他叫五十肩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三十五肩 二十几肩都有了 对 所以呢 既然肩膀是老化的一个特征 那我们就用柔化它 让这个肩膀先放松一下 那我们今天来宾呢 两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广播节目 对不对 对 是吧 好 所以这肩膀也很紧张的 好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那就跟着老师一起坐 那等一下我在坐的时候呢 玉华教练会帮我补出 因为听众朋友们可能会 听不到 看不到嘛 好来 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先把身体放松 脖子也放松 那如果你在放松的时候 会觉得说 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那就是紧 如果你在放松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 跟刚刚有什么差别 那就代表紧了 那我们一般紧在哪里呢 人最怕紧在后面 这个叫做大锥穴 大锥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低下头的时候 刚好有一颗 突出来的骨头 那个就是我们的大锥穴 很多人说富贵包 富贵包就是当大锥受了风 当大锥有寒气 那这个风和寒是怎么样来的 我们等一下也会随便介绍一下 那我们只要大锥去一紧 上半身就全紧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 跟老师揉动一下肩膀 我们把我们的肩膀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 把左肩膀提起来 向上 然后向后 然后再别下来 然后落下来 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肩膀 右肩膀提起来 向后向转 向后转 然后落下来 那我一边坐呢 一边讲 那玉花教练等一下 也会帮我们补充 那我们就左边转一圈 落下来 换右边 转一圈 落下来 你看这个动作呢 你在做的时候呢 听众朋友们 你自己要感觉 当你在向转的时候 不是往前转 不是往前 往前转就没有用了 转错了 要往后转 好 我们就往后转 逆转 往后转 往你的后背的方向去转 那听众朋友在转的时候呢 你要特别注意 不是耸肩 你看一下老师 如果耸肩的时候 就第一个先把脖子 缩进去了 这就叫耸肩 我们是脖子是往上拉的 只是把这个肩膀抬起来 所以千万不要把脖子 缩进去 你缩 这个肉又紧起来了 还要注意 有些人是抬下巴 对 有些人因为肩膀抬不起来 所以就抬下巴 要特别注意一下 是抬肩膀 对 抬肩膀 然后不要耸肩 所以我们脖子先放松 我们就抬左肩膀 就只是让左肩膀抬起来 脖子不要去跟着耸 也不要抬下巴 OK 只是抬左肩膀 抬到不能再团的时候呢 我们就往后转一个圆圈 转到不能再转的时候呢 就把它落下来 再换另外一边 提 转 然后放下来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这个玉华教练帮我们持续做 我们切玉华教练这边的这个镜头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哪里会最紧 哪里就是你 气血不循环不好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大部分人 要不就左边觉得紧 要不就右边觉得紧 很多人都是两边的这个紧 是感觉不太平均的 可能就是 我们比较常用的那只手 和不常用的那只手的差距性 或者是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常靠左边睡 你可能跟先生睡的时候 你是睡这个 你的床的这个左边 或者是睡右边 都会让一只肩膀比较紧张 所以其实最好的睡觉方式 跟老公常常换一下 左右换一下 你才不会这个一直压在一边的肩膀上 所以当我们肩膀在转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颈部 刚刚我说的大椎那个地方 让循环变好 同学们在做了吗 在做了 来 玉华教练在帮我们补充 那么有些人在做这个转肩膀的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的脸也会跟着有点扭曲 我可以想象 有很多人在做的时候 那个嘴巴都是歪的 表示那个颈椎基本上都非常的紧 所以光抬一边的时候 会觉得非常的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脸就会跟着这个扭曲变形 我建议大家可以照着镜子 自己去抬肩膀的时候去看看 你两边有没有像白颜老师刚刚讲的 两边不平衡 其实白颜老师刚刚有跟我们讲到 这个肩膀很多人平常因为姿势不良啊 就会造成单边比较容易退化 所以可能痛会先从一边开始痛起 那我之前教过学生 有的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肩膀痛 痛了以后呢 他没有改善 比如说他左肩痛 左肩痛以后没有改善 就开始换左边偏头痛 然后呢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甚至是连他的这个软巢 就有单边开始淤堵 所以这个等一下 大家一定要好好认真的听 白颜老师跟我们讲解 这都是跟我们女人的 这个青春美丽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如果呢 你的肩膀的肌肉开始已经紧了 很调索 就很硬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抬起来的时候不容易抬 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这样子 抬手肘 就会抬手肘了 好 那你要特别注意 当你一抬手肘 就代表你其实肩膀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缺少肌肉了 好 肌肉缺少 你就会想我要抬 可是这只手肘就会跟着抬 所以记得我们手肘其实是没有起来的 好 这个手肘把它管好 我们只动到肩膀的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肩膀后面这块肌肉 是很多人最紧张的地方 所以你去给人家抓这个 抓肩膀的时候 都是抓这里的时候会觉得 哦 很紧 年轻的时候呢 人家帮你抓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弹性 到了年纪大了 还不是光紧 它是一点弹性都没有紧 好 可能是有肌肉 但是呢 没弹性 就抓起来的时候是硬邦邦的 而且揉了半天也揉不松 很多人去及时给人家推拿推按摩 推久了还是不松 那个地方还是 就是它是一块 它是一块 它就是没有弹性的好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记得 在慢慢慢慢向后转一段时间之后 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把它的弹性恢复 怎么样才能把弹性恢复呢 就是把气血掉过去 气血掉过去之后 它才会充实它那个地方 修护那边 那边如果已经开始沾黏了 已经开始调索化了 已经开始纤维化了 就会变成一块没有气血过去的肌肉 的肉 就不能说肌肉 一块死肉 所以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 这个头越来越胀啊 脑越来越沉啊 越来越昏啊 脖子越来越不舒服啊 很多颈椎的问题 其实都是肩膀紧张造成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小功法大学问 学问还蛮大的 非常非常大 其实白昀老师教我们的这个 这个转肩膀动作 不要以为他跟那个女性的 这个更年期或者是 妇科方面没有关系 其实我发现到很多学生 都是肩颈的气血欲堵以后 他会造成失眠睡不好 是 然后情绪会郁闷 好那郁闷以后 大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周期啊 对不对 是 然后再加上这个更年期 哇就这个雪上加霜 所以我觉得回春宫最厉害的 一个地方就是 先从我们最紧的地方 就是肩膀这个地方 开始去做深度的调理 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回春宫 因为练回春宫的时候 你们都学过嘛 对不对 学回春宫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打哈欠 为什么会练回春宫的时候 你就会哈欠特别多呢 就是因为本来这个气血堵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脑就会 一直是暂时缺氧的状态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缺氧 大脑久了 他也不知道缺氧 他已经习惯了 可是当我们在练回春宫的时候 突然大量的血液就会往肩膀这边冲 那大量的血液往这边冲之后 这个我们后面颈对面这边 旁边这边和后面我们的督脉 还有膀胱经 瞬间得到了这个血液循环的补养 那大脑突然之间来了 好多的营养补充 很多的养分进来 他突然被激活了 他发现说你好像养分不够 缺氧 这时候他就会诱发你去打哈欠 那一旦打哈欠 就是大量的养分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所以如果你在练回春宫的时候 是打哈欠的 就代表大脑接收到我们暂时缺氧的信号 然后反射出来让我们去打哈欠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会说 练回春宫的时候 打哈欠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表现 所以同学们如果你学过回春宫 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应该尝试着让自己更放松一点 然后你的面部表情再放松 尤其我们在练回春宫的时候 我们都有口诀的带动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大脑可以及时的补养 然后你就会开始哈欠连连 朋友们你现在还在转肩膀吗 我看他们在转的 好我们就放下来吧 好让他们放松一下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在听的过程之中 我们这是一个小时的节目 那任何的过程之中 你会觉得有点累的时候 会很想转台的时候 就代表你需要开始练下回春宫 在你要转台之前 签坐两下回春宫 你就会发现大脑有补养之后 你就会继续想听下去了 其实刚刚我们有介绍到来宾 上熟猪就是五十肩的嘛 那么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复健科的医生 他们也都非常建议 现代人应该要常常肩膀要往后转 所以当这个医生在提出这样论调的时候 我就想我们回春宫太厉害 古人好厉害 怎么在几千年前就知道 这种转肩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舒缓非常多身体的疼痛 其实古人就是根据经络 他的所有的功法的安排 像抗好回春法 这个是道家全真派的功法 都两千多年了 那这个功法的动作 他的出来 他这个安排功法动作之前 他一定是跟着经络的 即使在那个年代没有解剖学 他并不知道肌肉啊 或者是这些骨骼关节的这些联动性 可是他跟他知道经络 因为我们后面最两条最大的经络 一个就是我们的膀胱经 一个就是我们的肚脉 那这两条经络 就是人最重要的 阳气的这个生发的 这个最重要的通道 我们所有的能量体 这个特别是大脑的供养的这个能量 因为我们大脑最怕就是脑子老化 脑子老化 他会让你全身器官也跟着老化 所以他如果能够让大脑 一直保持着供养充足的状态 人的器官都会是 包括我们的内分泌等等 好的 这个信号都会变得更好 所以你看你刚刚在做的这个转接 完全都是在挤我们后面的膀胱经 和我们的肚脉 当然我们现在是坐着 我们还没有办法有腰 有臀 有腿的动作 那到时候我们正常上课的时候 就是腰背 臀 颈 腿 全部都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走我们后面的肚脉和我们的膀胱经 那这两条经络只要通畅 基本上人就不会大脑老化 也不会大脑缺氧 那大脑不老化 人就会这个清醒的状态 然后发射信号的状态就会非常好 他管理我们脏腑器官的能力也就会非常好 所以这个功法设计古人都是根据经络的 那我们在看功法的时候 验证一个功法 有没有效果 第一件事不是看他多优美 也不是看他多少招 那个都是假的 那我们这个专业看功法的 一看就知道他走哪条经络 他走的对不对 这个气势从下往上走 还是从上往下走 牵走左边还是牵走右边 左边上还是右边下 都有很多的学问在 那一旦我们看出这些细节 我们就可以验证一个功法 有效还是没效 即使你没做 都已经能知道他的效果是什么了 是 所以其实呢 学气功是非常有学问 有深度的 他并不是说你看别人做什么动作 你照着笔画就能够得到他的精髓 真正的这个气功 真的是需要懂他的原理 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 听白燕老师为我们讲解这个气功的理论 那么我觉得白燕老师 在讲这个气功理论的时候 不光是具备有这个中医的经络 气血的概念而已 同时还结合非常多西方医疗养生保健的观念 我觉得这才是最难得的 所以我每次听白燕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就像一个百科全数 你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专科 但专科不一定会全科都知道 但能够懂又懂这个中医的这个概念 又能够懂西医的这个养生之道 我觉得把它融合在一起还能表达出来 这是白燕老师非常强 所以我们不管是收听的朋友 还是观看的朋友 你们真的非常有福气 而且我建议你们应该要听两次 真的 重复听 真的 不过我想讲一下 就是学气功不是一直都这样 我小的时候学气功 所以我们讲点故事好了 我小的时候学气功呢 就是我八岁的时候 当时是先天性性脏病 可能如果听过白燕老师前面的这个节目的同学 或朋友们就知道 没有一个人学气功是因为健康 一定都是生病 我们今天不管是精灵 是熟猪 你们是会健康来学气功吗 来自己说 健康时候会来吗 健康的时候当然不会了 对吧 那你呢 我是为了解决我的病痛 对吧 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健康的时候学气功呢 那我们的玉华教练也一样嘛 一样 一样 所以白燕老师你知道 我三十岁以前多狂妄 我三十岁以前 每一次过年许愿 我从来不把健康当作我的愿望 清单里头 直到我三十一岁 突然之间发现睡不着 吃不下 全身不舒服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健康要失去这么快 是 所以现在 现在我估计我们大概五十岁以后 切蛋糕不是要许愿吗 对 那个身体健康全家平安 是不是这八个字都要放进去 以前可能什么什么 这个学业了 找老公了 然后这个赚很多钱了 事业了 对不对 可是到了五十岁之后 就是身体健康全家平安 对 那我就八岁的时候 也是就是身体状况 才有机会去学气功 所以我才说 事事都是缘分 今天熟猪和精灵来 也是给大家一个美好的缘分 如果因为他们两个的 今天来 来到广播的分享 让你们感同身受 跟他们的状况是类似 然后他们可以变得好 你也有机会变得好 那白岩老师是八岁 就刚好去到牢山 山东的牢山 然后去拜访道长 那以前呢 我们在电影上面看过的道长 就是我亲眼看的道长 那道长就是有道长的风范 那他的先锋道骨 就是不是老头子的那种感觉 他有一定的年纪 他留着胡子 可是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的 发出的光芒 和他的伸手的矫健上面 可以看出来 他就是与众不同 那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就道长令我们起来 每个人练功 然后就有一些大师兄们在练功 那其中一个练功呢 我那时候只能有看的份 因为我还是第一次 但是身体也不好 身体不好 然后第一次去 他们就是在练轻功 我们看那个武侠小说里面 砰一下去上房的那种轻功 然后我们在那个 就是在这个宫殿前面 那个广场里面 有一口大水缸 很大的水缸 然后里面呢 就装满了石头 然后师兄们就每一个人 就跳在上面 在那个钢园上用跑的 哇 就是飞快的跑 飞快的跑 然后在那个钢园上 是可以垫脚尖的 哇 好 那我看到我就觉得 天哪 好厉害哦 这不是电影情节吗 然后接着呢 他们就开始从里面 把石头一块块拿出来 因为本来钢里面有石头嘛 你站在边缘的时候 它有分量嘛 对 然后就开始一块一块 把石头拿出来 然后他们就继续跑 然后更厉害的师兄就上去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空的钢 师父站上去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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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快速的奔跑 那是我第一次看轻功 好 我就发现 他们每天都这么练 所以真的是 功夫 真的功夫 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功夫以后羡慕 我也要这样 才愿意学起功 所以其实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修炼者 修炼者 他们身上真的是有功夫的 那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好可惜 身上缺了点功夫 当然不需要每个人都练成轻功这样子 可是他们的这个功夫 其实就是健康 他其实也不是为了打仗 也不是为了这个防身 也不是为了去特异功能 也不是为了去做什么事情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所以很多这种强身健体 其实是我们这个道家 整个秘传一路下来的这种 强身健体的方法 我觉得现代人 最少要从最基础的 比如说我们的和气舒压法 我们的这个道家秘传的回春功 道家秘传的大印功 这种最基础的养生气功来学起 你相信白云老师 我告诉你学了以后和美学 还是不一样 虽然我们没办法在钢上转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手脚 我们还是灵活的 是 我发现很多人练功之后 很大的这个改变 就是反应力变得非常好 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以前看到东西要掉下去的时候 你只能眼睛睁看它掉下去 现在你会发现练功以后 水手一抓就能够抓到 其实这个能够帮助我们 在面临危险的时候 那个反应度就非常够 对 因为其实中老年之后 最怕的就是摔伤扭伤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更年期 更年期其中一个隐形的症状 就是骨质疏松 对 那这个骨质疏松 很多人是受伤之后 才发现骨质疏松 那最怕就是有摔伤扭伤这些问题 老人家多健康的老人家 一次摔伤了以后 只要躺在床上 要休养一段时间 你就会看到他的健康状况 哗一下就下来了 然后慢慢慢慢 就开始有时各种各样的失能状况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如何在我们这个年纪 打好骨质的底子 就是我们的骨本的底子 让我们即使到了年纪大了以后 都不会因为摔伤扭伤 而有瘫痪在床上 躺在床上的机会 我们不要让外劳推我们去晒太阳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打好骨本 我觉得光这一件事就非常值得 其实我发现 现在不光是更年期的父女 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有很多很年轻的上班族的女性朋友 我发现她们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都已经膝盖酸软无力了 然后还有些很多是三十几岁的人 去检查骨质密度 真的都已经是负的 所以我们要请白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这个更年期跟骨质疏松 还有练功到底能不能改善 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更年期 一般来讲我们更年期 它有一个range 就是有一个区块 很多人是说更年期 我哪一年就开始没有月经了 那那个不一定是更年期 所以月经有和没有 不代表更年期 更年期是当我们开始已经有月经乱的时候 就是不规律的时候 不管是血量乱是时间乱 然后慢慢慢慢到你完全绝经之后的一年都称为更年期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更年期的对女生的影响为什么那么大呢 因为女生是荷尔蒙的动物 喜怒马上险些于外在 所以很多人你更年期 情绪最近暴躁 那男生你说没有更年期吗 他有 他的时间拉得更长 很多男生的更年期 就是一路就拖到60几岁 所以也有很多妇女就发现说60几岁的那个家里的那个老他老半 特别麻烦 脾气特别不好 那他的反应会比较慢 可是呢 因为我们女生有这个月经的指标 我们比较明显 所以听众朋友们或者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男生 千万不要认为你们没有更年期 那更年期最大的影响有几个 除了我们就是月经这件事情以外 第一影响到其实是我们的心脏 因为荷尔蒙是心脏的好帮手 但是更年期之后就代表我们的卵巢开始退化了嘛 所以我们的更年期的这个影响的心脏 会很多人就开始心律不整了 所以更年期的一个蛮明显的症状 心律不整和心悸 所谓的心悸就是 你有的时候竟然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那其实他也不一定是完全是心脏有什么问题 只是我们心脏的好帮手 我们的荷尔蒙 没来帮忙会让你的这个心脏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弹性力啊 或供血力就会 就是收缩力就会变差一些些 所以这个是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很多人以为更年期就是女性 什么热潮红了 倒汗了 然后脾气暴躁了 大部分人失眠了 或者讲的多半是这些 可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反而是心血管 心血管所有很多所以很多更年期之后的女生 哎发现自己开始高血压了 三高症状出来高血脂高血糖也都出来了 哎怎么好像是那个分水岭的关系 其实也是我们的荷尔蒙的好帮手 本来是帮助我们调节的这些分泌的内分泌 开始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我们就退化了 所以我们在抗老回穿法里面就讲 这个我们身体的精气神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精 精是什么呢 身体最重要的精微物质 精微物质就是身体分泌给我们出来的 那一点点最重要的 就是像荷尔蒙这样子的东西 它不用分泌很多 也不像我们的汗水一天到晚流那么多 也不是我们的口水流那么多 也不是我们的尿液那么多 血液那么多 它其实可能是很少的一点点 可是它就是那么的精华 那么的精微 好那一旦这些精华和精微缺少了 我们身体的很多重要的器官 本来是依赖它的分泌来调节的 那这个重要器官就受影响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我们特别讲的这个古密度的问题 还有就是肌少症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更年期之后 我们的卵巢退化之后 会影响到我们的骨密 还有我们的肌肉 就是我们从那时候开始 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的骨质的密度变差了 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变差了 你以前拎东西的人 就可以很重就可以拎起来 现在就觉得吃奶的力气 都会冻了起来 年纪大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奇怪了是没力了吗 好像以前都什么东西都抱得起来 抱很多书 抱很重的东西都OK 现在抱着一下就觉得手酸了 所以其实肌肉的弹性也会变差 肌肉的密度会变差 骨质的密度会变差 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 让我们灵活度最好的 那些开始慢慢的消失和退化 好那我们都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回春 抗老回春法 一定要让我们的背部活起来 因为最重要的身体的支撑 都在我们的背部 如果我们的背部 我们的肩和腰这两个地方 开始没有力量了 那个肌肉开始硬化了 残性不好了 一定会胯膝就会受伤 那很多人就是膝盖就出问题了 除了膝盖出问题以外 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人 就是说像白老师讲的 他平常就是开始有点老化的现象的时候 他的身材体态都会完全改变 本来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曲线非常美丽 有没有 可是到某一个年纪以后 你就会发现奇怪 也不胖啊 但是那个体型体态就是不美好 姿势也会不一样 就是年纪大了以后 真的就是驼背哈腰的这个 感觉就非常的明显 那你就会让人家感觉到 你不是朝气蓬勃 因为人的这个姿势和体态 是息息相关的 那他就没气了嘛 没气了 你就会觉得整个人是腿腿的 那就宁愿坐着不愿站着 然后长时间的这个运动量也会不足 所以即使你想不想练气功 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 但是你要不要运动 就没有任何可以考虑的了 是一定要运动的 我们中年之后不运动 就是等于慢性自杀 其实我觉得像刚刚白玲老师有讲到说 很多人在面临更年期这段时间 因为精微物质已经减少了嘛 所以这心血管心脏功能已经开始减弱 所以他在做运动的时候 其实会蛮吃力的 因为稍微动一下就觉得很喘很累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也想去做 他一做就腰就闪到 就不舒服 然后又加上膝盖又痛 所以就这个那个那个 然后就更不动 所以为什么要来练气功呢 因为所有的运动里面 气功已经是最柔和的 最不费力的了 最不花时间的了 最不用出门的了 最不受时间场地天气影响的了 而且成效最快 而且我跟你讲 常年练下来是最便宜的 对 最划算的 所以我自己个人认为 像我八岁练气功 这么多年来 我都觉得太划算了 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再请白岩老师 再专程做一集 跟我们讲讲 小时候你学功的那段过程 好不好 我觉得那段过程实在太精彩 因为我私下是了解白岩老师的 我知道他那一段生病 那段时间 他为什么去学气功 他小时候心脏病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的 很精彩很精彩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留一点点可不可以给下一次 我们要快问快答了 是不是 对不起 我们必须要让玉华教练一直拉我回来 不然我都讲了没完没了 请不要投诉我 有时候会打断白岩老师的话 因为我要掌控时间 白岩老师的故事非常精彩 你只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你一定能够听到很多 你从来所不知道的 好 那你今天快问快答 要找谁 好 今天快问快答 我来问 小精灵 还是小熟猪 小熟猪好了 好 小熟猪猪好了 好的 熟猪准备好戒招了吗 准备了 好 请问你喜欢早上练功 还是晚上练功 我喜欢早上练功 你喜欢光脚练功 还是穿鞋练功 穿鞋子练功 练功前会喝水 还是运动后喝水 我都会喝耶 喜欢大雁系列还是回春 大雁 你喜欢睁开眼睛 你喜欢睁开眼睛练 还是闭上眼睛 大雁的时候喜欢睁开眼睛 回春的时候我喜欢闭眼睛 大雁应该要睁开眼睛吧 好 那你喜欢听很大声的音乐练功 还是手机播放音乐 我已经买了一个很好的 那个蓝牙 蓝牙 对 就是要大声练功 大声练功 对 你喜欢室外练功 还是户外练功 有机会的话 我其实很喜欢在室外练功 但是平常因为懒惰 所以就会选择在家里练功 你喜欢练功的时候 流汗流很多 还是打哈欠放屁多 放屁 你喜欢别人 赞美你哪里改变 比如说气色变好 或者是看起来变瘦 气色很好 然后精气神足 你最希望看到自己的效果 是年轻还是变健康 变健康 好 如果你用一句话 打动一位朋友来练气功 你最想对他说什么 我想跟他说 如果到你年老的时候 到七到八十的时候 都还可以自己走路 行动自如 这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真的 你觉得说服哪一种人 来练气功最难 为什么 完全不给自己机会 然后就直接说 不可能我不喜欢的这种人 好 那如果下一集 白燕老师有专题 你希望他讲些什么内容 因为我女儿现在正在面临 那个异味性皮肤炎的问题 所以我很希望 可以听到这个主题 好我们就下一期讲 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 非常好 我觉得我怎么 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 这个精灵也很想回答一下 没有 我觉得精灵 精灵要问他就是 你觉得 你一定有推荐人 对不对 你有没有遇到推荐人的时候 他拒绝你 让你觉得很傻眼的状况 就是你明明觉得 这个人就应该学啊 他就是身体这么不好啊 你带着赤诚的心 推荐他 而且你知道 你听过那么多的见证 这次类型的一定会好 可是你推荐他的时候 他就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呼噜你 你就觉得很傻眼 你会觉得 为什么你不来呢 为什么你不学呢 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有 非常的多 你举个例子吧 应该是算 我的好姐妹 好 对 那可是之前 我是有强迫他们 强迫 你什么强迫命令他们吗 来 就来练吧 我是因为练了气功快将近快还不到三年 然后我就有一天他们来我们家玩嘛 玩烘焙 我就说 你们觉得我有没有改变 就主动问他们这样子 然后他说有啊 你觉得变得非常的大方 因为我以前很小气 力气功有这种改变吗 我没发现 这蛮好玩的 个性改变 是是是 我觉得他变得应该是很乐观 对 然后本来就是比较 因为我以前假如说不高兴或怎样 我马上会变脸 他觉得说 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很大方 然后就说 还有他说气色也变好了 然后 有比较瘦一点的 因为以前他看到我 什么 花很多钱去吃 营养食品 然后又去健身房 你有没有统计过 你大概花多少钱 健身房 大概15万跑不掉 然后营养食品 其实是 没有截止的一个坑 因为你要 一直吃 一直吃 吃完还要再买 你没有统计过 自己没统计过 那个很吓人的 老公在听 老公在吓人 所以花了钱不要再算了 因为已经花掉了 然后呢 然后你的朋友 没有就说 那我们就 你们排个时间 然后我们一起去 这样我陪你们去 我把我营业的时间休息下来 我陪你们一起去练这样子 去上课 那你觉得 他们 就是在跟你一起 学气功的时候 就是你当 你就师姐了嘛 对不对 学长了 你带他们的时候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练气功的过程之中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 其实老实说 我也有感觉 我刚学的时候 也是忙忙懂懂 老师一直在说 有气感 手这样动 有气感 其实老实说 我心里想 我没有气感 气感在哪里 然后我去的时候 跟着复习 我就发现 很多东西 我怎么之前学 我整个都没有感受到 也没听到 也没听到 耳朵也是聋的 对 然后去后 你怎么在后面 就印证出来了 慢慢慢慢自己 有感觉了 非常好 老师讲都是真的 我觉得精灵 应该是 本身你就是个 很热情的人 对不对 精灵 你算不算热情的人 算热情 对吧 而且是那种 刀子嘴 豆腐心的人 老师说的 心很软 对 心很软 但是嘴很硬 那我觉得精灵的改变 应该是他的心柔软了 因为身体柔软了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心态 各方面 甚至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都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就更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 和感同生受 我直接问精灵 那你就直接回答 精灵 你觉得你在练功之后 跟家人的关系 有没有改变 互动的那种方法 和说话的口气 思考了一下眼眶泛泪 应该说疫情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 之前都在大陆 疫情就留在台湾 然后相处时间就变长了 其实有很多的 磨难 摩擦 对 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要 忍耐下来 不要那个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我们在练功之后 为什么练功会改变情绪 老师讲一下 为什么会改变情绪 很多人说 因为你们听了老师的课 被老师教导了以后 我跟你讲 你用理性去改变一个人 是不可能的 就算我再会讲课 我再会用言语器 引导大家 走正的对的方向 或正念思考 你都没有办法 时时刻刻在生活中 一直做到 你可能刚下课 那三天两天 会知道我要这样 我要这样 可是他没有办法 在你的生活中 执行下去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 这么大的改变呢 就是因为我们 每一次在练功 每天在练功的时候 我们有15分钟 到半个小时 练功这段时间 是独处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一个人 闭上眼睛 自己在练功的 你不会是睁开眼睛 跟人家一边说话 一边做气功 那这个时间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人 需要有这样子的 一个时间点 去关注自己的内在 好 那另一个关注 会满足身体里面 和心灵里面 很多很多没有的 那个缺口 它会被填满住 也就是需要 那15分钟 那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会把很多很多 情绪啊 或者是把很多很多的 这个感受啊 都在练功的那段时间 它会自我消化掉 所以等你练完功之后 你会发现 本来你要爆炸的 那件事情 也不爆也OK了 本来可能要骂回去 那件事情 不骂也还好 或本来很冲动 想做的那件事情 不做也行 那其实这个差异 就非常大 所以像我 我就很明确的感受到 如果我今天要处理 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或我今天要做一件 很大的决定 我先去练个功 因为我练功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我整个用情绪的那些 不理智的那些东西 都在练功的过程之中 慢慢它自己会降下来 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 然后等你在练完了以后 你真正就会是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理智 用你的知识 或者用我们的经验 去重新判断 这件事怎么做 怎么处理 要说不说的 那人其实多半都是 情绪引导下 做出来的事情 说出来的话 最后有一串的 这个恶性循环的这种 就是不良后果 都是这样一件事 骨牌效应 倒 那如果我们每一次 在生命之中 就因为练一个功 我们把情绪先消化掉 再来去做任何事情 那这个骨牌就不会是不好的效应 去倒 所以一个动作 或者是一个功法 或者一天的练功 或一个十五分钟的 我们叫做正念也好 打坐也好 冥想也好 练功也好 其实对我们整个人的 这个情绪的安抚 因为我们其实被安抚了 就不会爆发 我们自己就满足了 就不需要别人来呵护我们 人最重要的是 自我消化和自我满足 因为我们是一个光着屁股来的人 也是一个光着屁股要走的人 好 就是人永远是一个人存在的 其实我们有家人 有小孩 有老公 有妈妈 有长辈 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 所以能够自我调节 是我认为 令气功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 好 因为如果我们都没办法自己练功 调节自己 很多事情也都没有办法去处理 其实白老师讲这个真非常有道理 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 其实这个整个肝火往上冲的时候 你脑热状态之下 你怎么可能会说出好话出来 对 然后我们的思想会非常混乱 心跳加快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其实就会口出恶言 然后就把事情搞得更杂 那我自己个人经验 我也喜欢就是我有烦恼的时候 或者是我要思考一件大事情 我会先去练功 当练完功的时候会突然间脑子会 会冒出一个想法出来 其实是可以这样解决 这样解决不就已经皆大欢喜了吗 所以我觉得练功除了帮助我们身体改善以外 还有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思考能力都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练功以后 家庭关系都改变 老师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是一个学生 他真实的故事 他们练功前呢 他脾气很火爆 然后每天回家 他就是第一件事情就先骂小孩 然后小孩就哭 然后他就进到书房里头 看到先生在打这个 所以是女生 对 职业妇女 然后呢就进到书房里头 看到这个先生在打游戏的时候 他就更火 他就更火 然后一看到那个桌面上有饮料罐 或者是那个卫生纸 没丢到垃圾桶里头去 哇他更火 然后就开始把老公骂一顿 然后持续了几天之后呢 后来他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反正就先听到小孩哭 第二件事情他老公就开始就知道他进来了 立刻就拔腿就走 不敢在里头 然后来他练功以后 非常明显就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有一天他老公自己来问他 他说是不是我最近做错什么 你最近怎么都没有骂小孩 也都没有念我 我都有把他说干净了 然后他老公就说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 为什么你都没有你的你的行为 这个桥段 不是不仅是男生女生都一样的 好像电影桥段都一模一样 所以后来他告诉我说 他们他们的那个家庭的关系 真的变得非常和谐 真的真的 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脾气不好 怪在更年期女性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个你知道外面不是就常常说 那个女生在发表更年期了 我觉得那个简直就是一个那个负面的标签 我们我们这个更年期没有症状啊 没有任何不对的问题啊 我发现我们很多学员在更年期困扰的时候 练功之后 他反而就是有回春的效果 其实我觉得更年期 他一定是人生必走的阶段 就代表我们这个快要功德圆满了 不生了 不生了嘛 对吧 你就是该生的能生的 你为你 你作为一个人 然后你要传宗结代的那个任务都结束了 然后上天就祝福你说 你天鬼节了 地道可以不通了 好对不对 7749刚好 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那就是 我反而认为更年期是一个人开始可以enjoy life 享受生活对吧 然后小孩开始大了 虽然我们的那个我们可能就反这个时间点是花精神要去雇老人家了 因为这时候老人家年纪大了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病痛了 那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反而这个肩膀要更高一点点 对吧 要他扛住自己的家里的长辈了 好 那按说这个时间点不是一个让你很烦恼 啊 我的脾气又怎么样了 我又热潮红了 然后我心里不整了 我又失眠了然后我我又开始这个这个骨头松了 哪里痛全身僵硬酸痛 我们不应该处在那么一个状态之中 你唯一缺少的就是对的运动 是 我觉得只要有对的 你去看医生医生一定会加一句你要多运动哦 对吧 放轻松 放轻松 然后有一定的效果让你那个更年期的症状啊 就是啊我们都能够平稳的走过 其实这个时间还蛮长的啊 所以卫健署统计是四十五到五十五五岁中间十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能够提早预防的话是最好 我们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讲抗老回春 只适合更年期的妇女恋哦 其实是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恋了 因为永远这个养生之道永远守中预防 如果你能提早预防 那么你就可以老的比别人更慢一点 然后你的生生理心理的机能都会处在一种最佳状态 对 不过玉华教练 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前讲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的血缘里面 卵巢早衰的人非常多 二十几岁已经有哎 对就是就是他的更年期的这个 就是像月经开始紊乱啊 然后经血开始失调啊 有时候量特别多啊 有时候这个血量不足啊 等等这些问题啊 是很多人从三十五岁四十五岁 就四十二三岁就开始很明显就有这些问题出来了 而且有一些事不是反映在月经上面 反映在失眠上面啊 反映在情绪上面啊 然后反映在腰酸背痛上面啊 所以其实腰酸背痛也是我们女性精微物质 尤其是内分泌开始缺乏的时候 那个腰酸背痛就特别的明显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全身性的 好 所以所谓的腰酸背痛就是 我不是只有肩膀紧 我腰也酸 我也不是光腰酸 我腿也酸 然后我也不是光腿酸 我走路了以后 我脚也酸 好 所以每一个地方舒服 就是觉得整个人都是紧的感觉 其实这都是跟我们内分泌是有关系的 所以抗老回春法 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 就是自我调节内分泌 可以延长青春期二十年 这个口号已经喊了这么多年 它仍然是真的 然后也喊了两千年了 当然以前可能不是这么说 但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你只要学会自我调节内分泌 就可以有效地延长我们的青春期 除了这个生理 还有疼痛的这块部分 我觉得还有一块就是 跟年期妇女或者是女人 最焦虑的就是容貌的改变 这个容貌的改变 有时候不见得说皮肤下垂 或是怎么样 就是气色不好 那看老回春 它有一个很大的功效 我自己个人 还有我自己观察过所有的学院 几乎所有的人练完之后 脸色都会呈现非常粉嫩的一种透亮 那一种气色是不是保养品可以做到的 对 我们好像熟猪都没讲到话 不行了 熟猪讲一下 因为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就说他一定要把他的那个悲惨故事 详细讲 他说他不是只有那个写给我们的那几件 你先把他的那个写给你的念一下 好吧 熟猪的 熟猪 然后他自己要补充 熟猪呢 他在练功前是筋骨问题 五十肩疼痛 他说五十岁开始五十肩 但是我看他应该有更多问题 还有腰酸 膝盖痛 严重的时候没有办法行走 看遍了中西医 还有做了一些复健 还有运动 所以呢 还是没有改善 那更年期不是身体沉重 排便沾年湿气重 他说这些都还只是一点点而已 好 那我熟猪你补充一下 我们听听你还有别的吗 还有 因为当初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一段 后来回家细想 其实我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健康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就开始有那个富贵手 还有严重的汗泡针 然后大概在国三的时候 要参加那个联考的时候 因为性子很急 所以在拿水的时候 不小心整个水都泼到我的手 所以那时候打了很多很多的消炎针 也吃了很多的消炎药 那自此以后我就变得非常的贫尿 然后到了结婚的时候 那腰酸背痛就没有离开过我了 然后就沿路一路一路一路 就这膝盖也痛 然后后来我就想 哎我要健康意识啊 我不能让自己再放人下去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 我就去做瑜伽 然后去做那个TRX啊 然后又去做那个筋膜伸展课 但是这个可能都完全不适合我 因为我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我的筋骨已经都非常紧绷了 然后我已经有肌少症的问题了 在做一连续这样一年下来 我发觉我的从脖子以下 所有地方全部都痛 而且越来越痛 痛到后来 我真的觉得我的腰就像一块水泥块 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完全老师说的 没有弹性了 然后好痛好痛 肩膀也好痛 手肘也好痛 膝盖也好痛 宽也好痛 就全部痛痛痛 我都感觉到痛了 连那时候严重到 我连要吃饭拿一个碗 我都没有那个力气 手也伸不直也抬不高 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可能因为我长期 觉得自己很养生很健康 然后在国外 因为也就是一直吃那个生菜 然后也吃那个 优肉乳牛奶 这样子吃 吃到好几十年 所以那个排便 就真的是那种软 然后常常会拉肚子不成型 那你那个最严重 都没写给我们 刚刚讲的好严重 他讲的五十千 是最不严重的 里面最没事的 不过我最好奇 我最好奇想问熟猪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听到你讲很多很多的痛 我知道人在疼痛的状态之下 是很没有耐心 对任何人的一点声音嘈杂 都会很忍不住的想发脾气 你全身这么多的痛 对 那你的家人 那段时间他们怎么过 你是两个女儿吗 对不对 两个女儿知道妈妈不舒服吗 他们知道 我先生也知道 但是他们都没有对我付出多大的关系 好了 那个叔叔的女儿们和先生 你们回去好好的疼醒他一下 修修他 而且很奇怪 在我全身疼痛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身体非常的沉重 好像吸满了水的海绵 我整天都好难移动 那玉华教练问我说 我跟家人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我的EQ很高 我即便那么痛 我都没有在一边乱发脾气 然后我又觉得我很有智慧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自救的方法 我真的自己很努力很努力 我就上网查 我终于看到了白眼气功 就是我的救赎 从此以后我真的爱上恋功了 好 我们就其实就熟诸这个问题来讲一下 就是多发性的各种各样的疼痛 你看他讲 就感觉好像身体没有一块体无完肤的感觉 其实他只有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叫做慢性发炎 那不管是你饮食的关系 可能我们没有细节 时间讲你的这个饮食的细节 或者是你做习惯的关系 或者是你过度运动的关系 都有可能造成我们身体的慢性发炎 而这个慢性发炎呢 它就会是让你的所有的关节轮流的这个发作 就是今天好像这个关节 这个慢性发炎这个开始了 明天那个关节 过一段时间那个关节 因为只要这个慢性发炎 在我们身体里面是个因子没有离开 你的关节就会一直被他这个攻击和侵蚀 那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很少很少见的现象 所以我们是不是又找到另外一个主题呢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对对对 我们下次要来讲慢性发炎 因为如果我们调查有疼痛的人 我相信大概80%以上的人都有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谢谢熟猪为我们引了一个言 那么下一次 白颜老师还会在节目中 跟我们讲到这个慢性发炎 因为慢性发炎真的是一个很常见 因为我们现代人用药的那个比例太高 有的时候就是某一些药物之后 或者是某些抗生素之后 造成我们肠道的菌的失衡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走入这个 长期的慢性发炎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陶培 我们下次要好好的花时间讲 然后什么样的功法 适合练这样的 就是适合这样的人练习 好不好 太好了 时间 是的 你要抓时间 因为时间打下来 还有七分钟 如果说今天熟猪你要介绍一个朋友 你想怎么打动他 就是因为我自己失去了健康 我那个时候脚痛 我都没有办法 就是蹲厕所外出 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要介绍我的亲人 我一定会跟他说 到你年老可以行动自如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怪不得他讲这个 因为他刚刚五时间的时候 我在想说一直讲行动自如 刚刚还讲了他的全部 这儿疼那儿疼 对 蹲厕所多痛 我才知道说 他讲他希望年纪大的行动自如 其实是你的真正是你的感受 就是你曾经行动这么不舒服的 对 你就会觉得行动对你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金灵呢 如果今天你要跟朋友讲 你自己觉得就是到了年纪大了 你最最最怕你缺少的一个东西 一个健康的药素是什么 你是怕行动不如呢 还是要人家服侍呢 还是 还是怕失智 对 其实都很怕 只能选一个 你选一个 对 你只选一个 然后金灵 那个叔叔知道是行动自如 因为他就是来自于 他的骨关节的这些 这么多年的困扰 玉环你是什么 我呢 我应该也是行动自如吧 你也是行动自如 OK 我其实我在练回春弓的时候 之前其实就有腰酸腿软的问题 那时候虽然才31岁而已 但是因为长期工作的环境都是超冷的 所以那段时间又气虚又超冷 那所以也是一样全身就是无力 然后筋骨关节都痛 所以当时我在练回春弓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呢 有一天我的左脚的膝盖突然痛起来 我在练功的时候突然痛起来 那当时我 我自己知道我原来的问题了 所以我当时就是稍微比较慢 比较柔的方式持续练习 然后呢 就是边练稍微边休息 但是持续练 突然就这样痛了三个月 那段时间我上下楼梯都要用扶手 你还坚持练 我坚持练 好你看这是好学生 然后突然有一天 就突然不痛了 完全都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呢 又过差不多一个礼拜又换右脚 那右脚又持续了三个月左右 那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 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用更乐观的心态去练 其实当时练是非常痛 但是我心里在想 我宁可现在痛 我也不要老的时候痛 是 因为我现在我还有机会逆转它 我还能忍受它 但如果我老的时候 我还能够这样练功改变它吗 不可能 所以我有这条路我要坚持下去 所以又痛了三个月 有一天突然之间 就不见了 那个疼痛就不见了 对对对 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 我最不希望将来年纪大了 有一段时间是躺在床上 因为现在的这个医学 太发达了 就是活到老 长寿 长寿是可以做到的 你看八九十岁的人 大有人在 可是我不想活那么老 我希望我活到最后一天 都是能走能跑能跳 然后蹦 人就走了 不要有任何的时间是躺在床上 因为像比如说日本的统计 因为日本在这方面是 有长年去做统计的 他们的统计就是 人最后晚年有八年平均 是在医院和床上度过 我说我不要这样子 这个是人生之中 就算我们活到那么大年纪 我相信最后变成是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很爱我小孩 千万不能把负担放在孩子身上 我宁愿就是在我能做的时候 多做一点 能练的时候多练一点 然后将来有一天 过得白的时候是最快的 这叫做走得快 千万不要躺在床上 拖累的都是家人 不管说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孝顺 但我觉得孩子孝顺 不要用这种方法 如果我们最后要让孩子 这样子孝顺我们 我觉得真的是 你给他的 因为他们到那个时候 又有自己的家庭 又有自己的事业 我们不应该给他做 任何这样子的负担 所以我们的心思 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 不拖累孩子 行动自如 让孩子没有任何的负担 不用照顾我们 然后我们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有一个晚年的行动自如 好不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OK好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你记得要点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每一期 都有精彩的这个主题 同时都有小功法 大功效交给你 那么你可以重复的看 重复的听 你会发现到有很多 你以前从来不曾听过 而且它会启发你很多 你这个心里头 或者是你对未来的一些规划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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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